圣红了一眼的刘花强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别人撞了南墙会回头会闹过去 但是我撞了南墙我选择把墙撞塌了 当然这个把墙撞塌了是一个可能 还有可能就是撞死了就是 对吧那人的头哪来强硬对吧 大概率还是撞死了是吧 你看刘花强的话 征服这连续剧里面后来就被枪毙了是吧 的确我们这世界上有刘花强这样的人 就他这种个性就撞了南墙不回头 要么我把墙撞他 要么我就撞死这里的确有那么种人 这种人的话很厉害 的确很厉害那刘花强也很厉害啊 是吧他不是横州的那个黑帮老大吗 对吧 这种人啊就这种性格 像刘花强这种性格的人啊 他容易闯祸 你撞南墙你把头撞破撞死了不就闯祸了吗 对吧 但是这种人啊 这种性格的人啊 往往也能干成大事也 就个性强 对吧 就是说闯祸的往往也是这种人 干成大事的往往也是这种人 对吧 其实的话普通人不容易闯祸 撞到南墙了闹过去就是了是吧 啊 你干嘛把墙撞塌了 你等会儿强撞不塌 你头撞破死了是吧 但是我们这世界上 的确有这种性格的人 对吧 哎 我这不一直谈儿无冲突吗 怎么谈刘花强了是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谈刘花强呢 就是刘花强这样的人的一种性格 这样的性格的人 其实的话 很少 但是的话有 对吧 这样的人 不是做成大事也那就闯祸 是吧 这个 为什么谈刘花强呢 因为我发现这个 这个普京大帝啊 他这个性格跟刘花强的话 有相似之处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感觉我凭直觉啊 可能儿粉们会骂我怎么能 怎么能刘花强是个 对吧 老大黑帮是吧 怎么能 呃 比刘花强呢 你个 呃 我是说啊 他们这个性格里面 有相似的地方 就这种特别强势的性格 对吧 我他妈撞了南墙 我不是把南墙撞他 我就这里撞死了 就就是这种个性是有的 我觉得就是说普京大帝的性格 也有刘花强这种撞南墙的性格 就你们看普京大帝的话 这欧冲突打七个多月 你不管打得顺不顺 他都不会退浪的 他不会退浪的 是吧 顺也好 不顺也好 真要把他逼急了 他原子弹也会扔 他就这个性 就撞到南墙 我我我把那 要么我把南墙撞他 要么我就撞死在这里了 就这种个性 其实有很多就是 成大事业的人 往往就这种性格 这种性格 你说好 不是说好不好 能做成大事也是这种人 闯祸也是这种人 那你普京大帝 真要认原子弹到时候 那核大战 这些人类都灭绝了 是吧 等会外星人的话 来到地球的话 他会 他可能那个 把普京大帝就写信 那个反面教材了 是吧 这个人类的话 到这么个地步 是吧 因为怎么 因为有个叫普京的人 是吧 这就是说 这个话闯祸也是这样的人 做成大事业 也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的性格 就是说 不退了 就一条道走到黑 撞了南墙 我要么撞死了 要么把墙撞他 就这么种性格 的确有 是吧 政府里面刘花强这种 这种性格 我觉得普京大帝的话 也是这种性格 对吧 所以说这 俄乌冲突的话 老实说 很麻烦 对吧 他就是 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这样 就感觉吧 那全世界的人 好像都感觉到 你原子弹很近就是 按说你们打仗 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搞的普通老百姓 都提心吊胆的是吧 你真要认原子弹 和大仗和小战 那不得 人类大概率都灭绝了 是吧 你这事情弄的 对吧 你这个 我就有个建议 是吧 谁要打 普京要打 这天世界要打 拜登要打 主要就是这几个人 是吧 所以我有个建议 我本来说 就是说这 拜登跟普京大帝 两个人单挑 谁赢了就按谁 呃 谁说的办 但拜登的年纪 也太大了 是吧 你都走路都摔跤 你 对吧 那普京是特攻车 那那不能比啊 对吧 所以我有个建议 拜登 加泽连斯基 两个人 跟普京大帝 你们 你们 你们打一场决赛 谁赢了就听谁的 对吧 不你们要打吗 那你们要打就打 是吧 你说你们要打 搞得全世界的老百姓 提心吊胆的你 你们这叫什么事情啊 你们不都是总统吗 对吧 总统那就应该你们先上 是吧 啊 这个 你一旦全世界老百姓 提心吊胆 这不好啊 你们要打 应该你们 你们 你们自己上阵 当然也不用枪 不用炮 拜登 这连斯基 两个人一活 跟普京大帝 三个人上来台 谁打赢了 按谁说的办 是吧 这还好一点 你能 这么打下去 你真要润原子弹 晦气的是这个世界的老百姓 啊 关我们屁事啊 就是说你们要打 就应该你们 你们三个人 上来台打 对吧 啊 这样我们 也也也也没什么提心吊胆的 是吧 啊 你们三个人 啥事没有 你们 对吧 这这这军队们打死那么多人 是吧 资女人们打掉那么多 啊 你看欧洲那么多国家 还还还冬天哀冻 你说 你不能连累别人 你们要打 我觉得你就就你们三个人打 打赢了 谁打赢就听谁的 是吧 如果普京大帝把那个 智莲斯基跟拜登两个人都都都打倒了 那那就按了 就按普京大帝说的吧 乌克兰给了俄罗斯 就给了俄罗斯 那也不就那么回事 那以前还一个国家那么多年 不也也过吗 对吧 有多大事啊 对吧 你要这个资莲斯基 拜登把把普京按倒了打倒了 那那那就按哲莲斯基说的吧 是吧 你要俄罗斯哪块领土都都都都行 是吧 这个这个 谁打赢了就谁说了算 对吧 啊 你这你这 要不然这就你们这 这么弄下去 真把普京大帝逼急了 他这人 他这人能退浪吗 真把他逼急了 他只能任怨子弹 是吧 他就那种性格 做成大事业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闯祸也是这样性格的人